我们一起来做默祥祷告 主啊,饶恕我们的父 主啊,我是误会肮脏的罪人 是我的悔改祷告太少 导致上帝所亲爱的儿女们受苦受累了 求主饶恕我的罪恶 主啊,不知不觉中我成了山羊 我却始终不醒悟 求主怜悯我,使我的内心醒悟过来 此时此刻,我在讲究我的心情好与坏 甚至我在推崇我的自尊心 甚至我觉得委屈,没有人认可我 这正是我的罪恶 这正是因我的罪恶 把自己推向败坏 给自己种下的是恶果 甚至因我的罪恶 害死我的子孙 这就是 我误会肮脏的罪恶 求主怜悯我 求主饶恕我的罪恶 主啊 因我的罪恶 我本该面临的是死亡 甚至因我的罪恶 使我的儿女先去世了 而我却始终不醒悟啊 主啊 我要网恿悲逆到何时啊 我父上帝 求主怜悯我 求主搭救我 在主面前 任何人都不能讲大话 真言二十七章一节 人生 谁都没办法预测自己的下一刻 会是什么样子 主啊 我们在这世上见得太多太多了 在这世上以为有钱 有儿女 有名誉 就傲慢 骄傲 结果一夜之间 儿女先去世的 甚至一夜之间 身患重病 甚至一夜之间 家破人亡 段子后孙 各种各样的 凄惨的状态啊 甚至见过很多老年长辈们 自杀啊 甚至很多老年人 被儿女赶出家门 没地方可去 那见到这样的处境 我们却始终不寻求主 却始终不悔改 这就是山羊啊 主啊 我们生活在灾难和咒诅里 而耶稣基督是要拯救我们 要搭救我们 对于我们没有盼望 身处于绝望 身处于痛苦的 耶稣基督 亲自背负起我们的 绝望和灾难 甚至一切的罪恶 面对主耶稣基督 我们却始终不醒悟 不悔改啊 主啊 我们把自己的事情 当成是更重要的 以为事业忙 工作忙 不知不觉中 就把人生推向了 败坏和死亡 自己却意识不到 主啊 在这时间求主的话语 照亮我的内心 使我醒悟 使我们不要走向死亡 使我们脱离 一切的死亡和灾害啊 主啊 主啊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正是背起我的灾害 和我的咒诅 本该我受灾害和咒诅 而耶稣基督 为我背起了这一切的罪孽 在这时间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认识 为我背起十字架的耶稣啊 主啊 我内心 良心 如同死去了一般 没有一滴的泪水 也没有哀痛的祷告 主啊 我没有给身边的人 带来益处 总是在推崇 自己的自尊心 而我却始终不悔改 不醒悟 在这时间求主的话语 使我醒悟 引导我悔改 使我认识耶稣基督 奉耶稣的名 感谢先祝福祷告 阿们 大家没什么错的 作为牧师的我 是我的悔改 祷告太少了 导致大家辛苦受累了 我一直在思想 大家为什么始终不领会呢 大家知道上帝 是多么深深地爱了我们 使自己为的儿子 为我们的罪恶 死在了十字架上啊 而且第三天是复活了的 这些都是为了我们 是谁能让我们得福啊 在这世上任何人都不能帮我 也不能让我得福的 只有上帝是能让我们得福啊 很多人以为我最疼爱自己 而我的情欲 我的贪婪 只会让自己变成山羊一样 成了贪婪私欲的 那今天是礼拜三了 那么以肉体的眼光来看 好像这第三天 耶稣是休息了 布什德普洛 我嫖牧师跟大家做见证 在大家看来 嫖牧师健康 挺健康的 是的 是的 我健康 我很健康 我身体没什么毛病 但是我没有任何 但是我没有一点力气呀 就是做了悔改祷告 一个小时 就能维持一个小时 就有时候 连手指头都没办法动弹呀 而我看大家都挺健康 都挺活跃的 也不愿意来参加祷告 也不愿意来参加成羹礼拜呀 二十年前 讲到磁带里 又提到 大家知道 因为我母亲 为我祷告了 我一开始以为 是我的命运不好 导致我从小 就那么的辛苦受累 后来才发现 是因为我母亲 为我祷告了 让我从小 就经历这些辛苦受累 有时候 手指头都没办法动弹 但是我爬 我要爬出来的 这就是 我曾经参军 参加海兵队的时候 也受训过呀 大家知道耶稣 背起十字架的时候 是一点力气都没了 最年轻 最健壮的时候 却没有一点力气 为什么 这都是因为为了我们呀 而大家和我们 却始终不领会 耶稣基督的爱 反而成了山羊 总是与上帝作对 与主耶稣基督作对呀 我们的耶稣基督 正是为了大家和我呀 昨天我们讲道听了 我们要蒙拣选 做主的绵羊啊 我们找一下诗篇一百篇三节 耶和华 只养育绵羊的 而我们却成了 我们却成了山羊 什么是山羊啊 推崇自己的自尊心 推崇自己的情欲 希望自己能得到认可 希望自己能表现出来 这就是山羊啊 我们此时此刻都在 省查一下自己的行为举止吧 我的想法 我的言行举止 天父上帝全都知道 而且都在查看的 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呀 按照我的一举一动 如实地受返还的 罗马书二章六节呀 那大家希望 大家的明天会是什么样子 大家希望大家的儿女 会是什么样子呢 有时候我们经常会碰到 儿女突然客死在外 甚至很多小孩子 很多儿童朋友们 参加春游 或者是参加一些课外活动 结果因为遇到一些 各种各样的事故 突然就是有火灾呀 甚至各种各样的灾害 那面对这样的灾害 我们就会哭 但是平时我都是 怎么生活的呢 甚至很多人来到了教会 也不肯悔改呀 很多人来教会 不做悔改祷告 不切切地寻求上帝的帮助啊 上帝的话 又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了 而我们却 很是傲慢 不知羞耻啊 我们的人生 是由主来主宰着的 上帝给我们指引的是 一条得福的路 是得永生的路 那耶稣基督 是为什么来 被钉在十字架了 是因我的罪恶 那其实换句话讲 就是我把耶稣基督 钉死在了十字架上啊 耶稣辛苦受累受恥辱 是为了我呀 因我的罪恶 因我祖祖先先所犯的罪恶 因罪恶 本该受死亡的是我呀 以赛亚书43章24节 每当我犯罪的时候 是厌烦了上帝 让上帝辛苦受累了 而我们却意识不到 这严重性 我们却意识不到 自己的罪恶呀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处境 在韩国有很多的电视连续剧 或者是小说 那里朝五百年王室的那些历史 都记录的是什么内容呢 一直敬拜魔鬼 搞迷信 敬拜魔鬼 就拜偶像 结果呢 害死子孙三四代 甚至使自己沦落到非常凄惨的地步 这福音传入到我们国家 我们却没有领受 甚至排斥了福音 导致我们国家 被日本人侵略了四十年之久啊 那么当我们排斥福音 甚至毁谤福音的时候呢 就会沦落到非常凄惨的地步的 为什么说 韩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在世界上排首位啊 我们的天父上帝 今天在对我们讲话 你种下什么 就会得什么的 不信耶稣基督 就会被定罪 甚至因罪恶 是子孙三四代受害啊 而信耶稣基督 遵守主的话语的话 使我们子子孙孙得福乐啊 诗篇109篇 我们大家都好好读一下 那当今的社会多么的动荡啊 有那么多的战争 甚至这生命都在 这生命都在危机中啊 那其他的宗教 也在说自己是信神的 那么我们这些罪人 怎样才能遇见真神呢 只有通过耶稣基督啊 那耶和华是只养育绵羊的 我们读一下诗篇100篇三节 你们当晓得 耶和华是上帝 我们是他造的 也是属他的 我们是他的名 也是他草场的羊 阿门 耶和华只养育绵羊啊 那大家和我 我们来省察一下自己 我到底是绵羊呢 还是山羊呢 为什么 我们 为什么 主耶稣基督是 背负世上罪孽的 上帝的羔羊呢 那很多人说 其他的宗教都是一样的 那宗教不可能是一样的 只有耶稣基督是真理 只有上帝的话也是真理啊 我们找一下 约安福音三章十九节 恶人是喜欢山羊的 恶人是恶恶光啊 那光就是绵羊 光就是主耶稣基督啊 我们大家 在现实生活中 遇到了一些困难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希望来寻求主的帮助 希望自己能改变命运 希望自己能脱离现在的处境 那么越是困难 越是挣扎 就要来寻求主 来寻求主耶稣基督啊 今天我跟大家求饶恕了 我昨天一宿做悔改祷告 我跟大家求饶恕了 是我的祷告太少 是我没有悔改 导致大家辛苦受累 我跟大家求饶恕 那么我跟大家求饶恕了 那大家也要向上帝求饶恕啊 今天耶稣融入圣城 耶路撒冷啊 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五节 而耶稣分明是万王之王 耶稣是万王之王 今天融入圣城耶路撒冷啊 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五节 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五节 分明是万王之王 主耶稣基督 却谦卑到什么程度 是骑着驴驱子啊 这并不是作秀的 这正是应验主耶稣基督的话语 是应验上帝的话语 是谦虚的 是谦卑的 我们谦虚 谦卑 这才是悔改啊 而我们不悔改 就是傲慢骄傲的 不遵守基督的教训 那就是傲慢骄傲的 大家知道 我们是卑贱的 我们真的是一无所有的 而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 所以我们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 我们要有确信 我们服侍的主耶稣基督 是万王之王 而却是谦卑 谦虚的呀 我们做四季段悔改 正是为了服侍耶稣基督啊 我朴牧师有很多车 但是 每当我坐这辆车的时候 我都会悔改 我都会祷告 我为什么要坐这辆车呢 而我们大家 在现实生活中 太容易就 要享受自己的生活 甚至要炫耀 甚至要表现自己 就内心一丝都没有 默想我的主耶稣基督啊 我们大家为什么 不能领受这好的祝福呢 上帝说 只要专心爱主 爱上帝 上帝就赐福于我们 负责我们呀 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光来到世间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 是恶的不爱光 道爱黑暗 定他们的罪 就是在此 阿门 是谁恨恶光啊 是谁不愿意做四阶段悔改呢 上帝是光 耶稣也是光啊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 耶稣融入圣成耶路撒朗 耶稣是光啊 而谁恨恶光啊 什么样的恨恶光呢 是山羊呢 还是绵羊呢 那光 光明是从来不会 害任何人的 我们为什么不爱做四阶段悔改呢 我们为什么恨恶光呢 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 基督就是光啊 而我们 我们那些被魔鬼挟制的时候 就是不 不喜欢光 因不信耶稣基督 导致被世上的假神蒙蔽住 甚至被诱惑 被欺骗呀 耶稣做主的羔羊 融入圣成耶路撒朗 是为了拯救我 是为了拯救我们的后孙呀 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 专心爱上帝的时候 上帝赐福于我们的是 眼睛未曾看见 是耳朵未曾听见的 最好的祝福啊 只有耶稣是爱上帝了 在这世上 只有耶稣是爱了上帝的 所以我们要存耶稣基督的心呀 菲利比书二章三节 我们找一下 今天我们要遵守主的话语 如果大家没有照着主的话语而活 就要多悔改 悔改了之后呢 顺从主的话语吧 如果大家没有存耶稣基督的心的话 就多悔改 现在面对主的话语 大家都不肯阿门 这都是因为内心被魔鬼挟制 所以听主的话语就不爱听 甚至不肯听从啊 麻太福音十八章八到九节 你的眼睛如果让你犯罪 宁可不要这个眼睛 你的胳膊让你犯罪 宁可不要这个胳膊 你的腿让你犯罪 宁可不要这条腿 这上帝是多么多么的爱我们 是一定要让我们得救去天国呀 麻太福音十八章八到九节 我们的外表 我们的肉体 我们讲究的是自尊心 推崇的是自尊心 这属乎肉体 这外表的肉体 并不是真实的我 这外表的肉体 代表的并不是我 我内心才是真实的我 而我的内心是属于耶稣基督了呢 还是被魔鬼挟制了呢 菲利比书二章三节四节五节 我们读一下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伏的荣耀 只要存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担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阿们 当时跟随耶稣的 光男的门徒就有五千个 约翰福音六章 那么当时那么多的人来跟随耶稣 而当耶稣传讲得永生的福音 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 为什么只留下了十二个门徒 其余的人都离开了呢 我们被魔鬼困绑住的 此时此刻耶稣释放我们 使我们得自由 我们生病的耶稣给予医治的 而且主耶稣基督 负责我们的子子孙孙 只要信耶稣基督 使我们的子子孙孙 得以得这好的祝福啊 我们大家都阿们啊 我们经常 大家知道韩国人 韩国人特别的担心 现在的年轻人 哎呦 这年轻人该怎么办呀 没有教养 也没有礼节 很多韩国老年人都在担心 年轻人 而我们韩国的老年人 首先我们作为老年人的 要悔改呀 因为我们不信耶稣基督 没有悔改的话 是我的罪恶 直接影响到了年轻这一代呀 这就是我们能指责谁呢 我自己都是一塌糊涂的 我还指教谁呀 此时此刻上帝让我们 省城 我们有没有存耶稣基督的心呢 存耶稣基督的心是谦卑的 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 我眼睛看见对方有错 那说明是我内心有错呀 我照了镜子 镜子里面我看了一条狗 那说明我就是一条狗啊 格林德前书十章六节 我们连照镜子都不会照镜子嘛 菲利比书二章三节呀 所以我看到别人有错 那说明是我内心有错呀 所以 不要担顾自己 也要顾别人的事 就是要为身边的人祷告 我看出别人有问题有错了 我就要为他祷告 真诚的认罪悔改祷告啊 不是搞纷争争吵 不是指责对方 批评对方啊 所以 在这时间 我们要警察自己啊 哎呦 我看我的丈夫 我看我的这些同事 全是缺点 他们都在犯错犯罪啊 甚至在教会里看到很多弟兄姊妹 都是犯罪的 那这就是我的镜子 是我需要认罪悔改的内容 这是我需要祷告的内容啊 我们存耶稣基督的心 存心谦卑的时候 就不抱怨 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经常抱怨 发怨言 这都是被魔鬼挟制的 有抱怨的时候呢 这不是为主做工啊 什么是真实的呀 信耶稣基督 存耶稣基督的心 真实的认罪悔改祷告 耶稣基督只做了对的事情 那什么是对的事情 真理就是对的事情 所以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恶 背起了十字架呀 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 所以我们每一天也要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我们每一天也要像耶稣基督一样 舍弃自己 背起我的十字架 为家人 为我的周围的环境 像耶稣基督一样 我也要背起我的十字架 跟随主耶稣基督啊 而我们呢 在现实生活中 反而去搞纷争争吵 甚至议论 真言二十九章一节 始终不醒悟 不悔改的话 就顷刻败坏自己呀 不顺从主的话语 不信耶稣基督 导致自己 子孙三四代受害呀 出来及其二十章五到六节 那在这时间 在这时间 这世上是没有路的 很多人在这世上寻求道路 那真的是太可悲了 一个国家是否能得以兴胜的 所多玛厄摩拉城 面临灭绝的时候 上帝寻找了十个异人 哪怕有十个人 是因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之人 真诚地祷告 认罪悔改祷告了 那上帝就搭救这虔诚的人呀 在我们国家 上帝在寻找十个异人 那大家和我 这时间我们来听信福音 不仅是得救 要使这个国家得救 使身边的灵魂得救 这才是过为人的生活呀 只要我们专心爱主爱上帝 上帝赐予我们祝福 甚至钱财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真言八章二十一节 那大家的心愿都是什么呢 大家真心地愿意做绵羊 能爱人如己吗 大家真心地希望自己 有一颗耶稣基督的心 能爱人如己吗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马太福音二十二章 我们不仅要蒙拣选 还要遵守诫命啊 我们找一下 马太福音二十二章 三十八节 三十九节 大家和我们的良心 就如同受了 好像我们的良心像是死去了一样 我们正在杀害的是 如果我们不信耶稣基督的话 我正在杀害的是帮助我的这位主啊 我们身体都没毛病 都很健康 很健壮 却不来寻求主 却不来祷告 却不来悔改 这就是 这就是耍聪明 这就是耍诡计 寻出诡计啊 我们趁早地来寻求上帝吧 我好的时候不来寻求上帝 我好的时候不来祷告 不悔改的话 那没过多久 就非要沦落到非常凄惨 非常痛苦的地步 才肯来寻求主 沦落到特别痛苦了 才肯切切地祷告 认识悔改吗 我看到的一切 这都是我的镜子 是我需要认罪悔改的 而我们不承认自己 我们不肯承认自己的罪 总觉得我比他强 所以要跟他理论一番 跟他讨论一番 所以我们看到身边人的错呢 我看到身边人的那些 一系列的问题 我首先要真诚地祷告 认罪悔改祷告 然后以爱心来争训劝勉吧 我们夸就只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上帝教导我们的 我们如实地顺从和遵守啊 加拿大书六章十四节 上帝让我们夸就只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呀 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个人 不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话 那就是把自己推向败坏的 大家知道苏联最终是瓦解了 现在只剩下了俄罗斯啊 那一个国家曾经在被兴盛的时候 到底在夸了什么呀 并没有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反而是辱骂了上帝的民生啊 那在这种的问题中 通过历史 通过周围的环境 我们要醒悟啊 真言四章十九节 我们来到教会 有这机会的时候 趁有这样的好机会的时候 就认罪悔改 切切地祷告 流着泪水 做悔改祷告啊 为什么很多人来到教会 也会被欺骗 被欺诈呢 我来请查一下自己 我到底都跟什么样的人相处 是因为我不悔改 导致我爱跟一类人相处 不是 很多人因为自己聪明 但是我被骗了 说明我也是一类人才会被骗呀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是主宰我们的生死的 而我们却不承认主的作为 反而全靠自己 靠自己的聪明 靠自己好像多明白 结果把自己推向败坏 提摩太前说六章九节呀 我们来此时此刻请查一下自己 我到底是绵羊啊 还是山羊呢 不遵守戒命的 不遵守戒命 那是没办法得救啊 马太福音22章38到39节 我们读一下 这是戒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阿门 第三十八节我们再读一遍 这是戒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阿门 这戒命 这戒命 第三十七节我们再来读一遍 一二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义 爱主你的上帝 阿门 我们要爱主我们的上帝呀 只专心爱主爱上帝的时候 上帝赐福于我们的 我们找一下格林多前书二章九节 上帝赐福于我们呀 格林多前书二章九节 只要我们专心爱主爱上帝 上帝赐福于我们 使我们 那么很多人愿意领受祝福的 我条牧师在这里做见证 是希望大家能领会 只专心爱主爱上帝的时候 上帝负责我 上帝赐福于我 而我们大家嘴上说是爱上帝了 刚才我们读了 是献出生命来爱主 献出心来爱主 那我为了献出心来爱主 首先要洁净自己的内心 所以通过主耶稣基督的话语 我能认识到我的罪恶了 是主耶稣基督的话语 使我的内心洁净 使我认罪悔改呀 耶稣基督融入圣城耶路撒冷 是洁净了圣殿 我的身体 我的内心得以洁净 因为我的内心我的身体就要做主耶稣基督居住的圣殿呀 我条牧师为什么经常跟大家说 我周围的 我周围 为什么做了这些人呢 不是偶然的 我今天跟他相处 我今天和他见面 这都是 不是偶然的 我看到的 这就是我需要悔改的 我看到的 这就是我需要祷告的 我的儿女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现在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遇到了这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谁能帮我解决呀 只有耶稣是能帮忙解决的 我们与基督同死 就必定能与基督同活 我们参与到主耶稣基督的苦难 就必定能得到安慰呀 格林的后书一章七节 大家和我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好 大家都希望做爱国者 而现实生活中 却不爱主 却没有专心的爱主 没有遵守主的话语 格林多前书二章九节我们读一下 如经上所记 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阿门 我们只专心爱主 爱上帝的话 使我们领受上帝赐福于我们的 这一切的祝福 是眼睛未曾看到的 也是耳朵未曾听见的 这是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是如实实现的 明书记二十三章十九节 我们大家都是为了爱上帝 都是希望爱上帝的 那爱上帝就是要遵守诫命 我们找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 什么是假牧师啊 上帝派遣的真牧师 是这牧者 是要讲出上帝的智慧和知识的 就是要遵守主的话语 那才是这牧师啊 耶利米书三章十五节 我们来到教会 是为了做绵羊 能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能牺牲自己 像主耶稣基督一样 因为耶稣基督是为我们受苦受累 是因为为了我牺牲了自己啊 那么 有耶稣基督为我牺牲 是为我的罪恶定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 我们为主的事情 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是理所当然的呀 我们与基督同死同活 这是理所当然的呀 而很多人 内心光顾着哎呀我怎么得不到福啊 却根本就一丝爱主的心都没有啊 我们推崇自尊心 这就是意味着被魔鬼挟制了 属于魔鬼属乎肉体才会讲究自己的自尊心啊 而且我们的罪恶 因不信耶稣基督这罪恶直接就影响到儿女啊 那在这时间主的话语是照明我的内心 是照明我的黑暗的 只专心爱主爱上帝 需要遵守诫命啊 遵守诫命是什么呢 是爱主的人要遵守诫命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 我们读一下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阿们 而我们内心被魔鬼挟制了 因为我是个恶人 所以就恨恶光 四节段悔改是光明 而我却恨恶光 不肯认罪悔改 格林的后书五章十九节 上帝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边呀 我们承认上帝的儿子耶稣是基督的话 我们就因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 真正的认罪悔改呀 我们做四阶段悔改 正是因承认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 切切的祷告 是认罪悔改祷告啊 我们只专心爱主爱上帝 这正是遵守诫命啊 那遵守诫命 就是要献出心献出生命来爱主啊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献出心 献出生命来爱主呢 而且要爱人如己 什么是爱人如己呀 任何人都不恨自己的身子 也没有说起诉自己身子的 谁会跟自己的身体打官司呢 没有人跟自己的身体打官司 而跟亲兄弟 亲兄弟之间却有打官司这么一说 但是对自己的身体不打官司的 所以上帝的诫命是让我们爱人如己 爱身边的人就像对待自己的身体一样 就像对待自己一样 如果我们真心的爱人如己了 怎么会有纷争争吵 怎么会有分离呢 所以我们来警察一下 我到底有没有遵守诫命啊 我说我爱上帝 我却没有遵守诫命 那在这世上就讲 一个人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过爱 所以呢 就不知道如何爱身边的人 我们天生就是内心没有爱的 我小时候我的母亲去世的很早 所以我从小没有什么爱 我也不知道如何爱身边的人 而当我们领会了上帝的爱 我们只专心爱主爱上帝的时候 才能使我们领受上帝的爱 我们做四阶段悔改 大家知道因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 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使我们领会上帝的爱呀 因为做了四阶段悔改 使我们成为有福气的人 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 因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 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 真诚地祷告 切切地认罪悔改祷告 默想主的话语 使我们领会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领会上帝的爱呀 当今很多的教会 搞教派制度 搞教义 搞党派制度 那并不是跟随真理呀 耶稣是真理 圣经的话语是真理 圣灵是真理 圣父圣子圣灵正是真理呀 而我们却不跟随真理 那不就是要搞党派制度了吗 不跟随真理 那怎么能去天国呢 在这世上 很多人说 哎 我的父母是做牧师的 那 我真的是为主耶稣基督而活 真的是做了主的功啊 还是利用耶稣的名为的是显出自己的名声啊 大家都来请查一下自己吧 预案一书四章十九节 是上帝先爱了我们 而且是深深地爱了我们 爱我们 爱到底呀 我们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领会主的爱 使我们领会耶稣基督的爱 使我们真知道上帝呀 爱人如己 如果在这世上 我们真的做到爱人如己 就没有战争了 谁会跟自己的身体过意不去呀 都想保养顾兮 没有说自己 恨自己的身体的 所以耶稣基督亲自教导我们 要遵守诫命啊 遵守诫命 就是意味着没有仇人 没有讨厌的人 就没有不开心这么一说 就没有妒忌啊 而我们犯罪 妒忌他人 不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正是杀害了耶稣基督了呀 我内心有抱怨发怨言的时候 做什么事情 总是抱怨发怨言的时候 赶紧承认 哎呀 我是个山羊啊 赶紧做祷告 认罪悔改祷告 因为恨别人 因讨厌别人 犯了凶杀罪 这一系列的罪恶 给自己积攒的是灾害呀 我们大家都警醒 警察自己醒悟吧 我平常牧师都不看新闻 因为新闻里的内容 都是需要悔改的内容啊 有太多的事故 突然有交通事故 突然有各种各样的事故 那往往出事故的人 都是曾经 藐视上帝的话语 给他传福音的时候 就张狂傲慢 哎呀 我可不信 就这样 甚至讲话 总是在毁谤他人 辱骂他人 藐视了主 藐视了耶稣基督的 我们的生死 是由上帝来主宰着的呀 撒摩俱上二章六节 我们通过我们的家人 通过我们国家的历史 我们通过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 我们要学会照镜子 我们要劝早的切切地 寻求主耶稣基督 来寻求主啊 因为现在正是给我们恩惠的时候 现在正是让我们祷告的时候 是给我们认罪悔改的机会呀 那耶稣融入圣城耶路撒冷 正是因为耶稣是基督啊 是耶稣背起了我所有的罪孽 大家内心为什么痛苦啊 我们静静地闭上眼睛 我现在的处境 我现在的处境 多么的糟糕 我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的良心就如同被热血 烙灌了一般呀 大家看待自己的儿女生病了 儿女住院了 看见儿女很痛苦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 大家就抱怨嘛 不要抱怨也不要退卸责任呀 我的丈夫为什么丢了工作 我的性格怎么这么的差 不要抱怨也不要退卸责任呀 谁都不能抱怨呢 抱怨只会更加的犯罪呀 因为我的处境再差 我的情况再不好 我的灾难咒诅再严重 此时此刻上帝都能搭救 耶稣基督 只来寻求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拯救我 能搭救我 能了结所有的灾难和咒诅啊 这是耶稣为我背起了这十字架 我们要认识耶稣的爱呀 为什么现在的家庭都不平安了 为什么很多家庭遇到了困难呀 很多人说 哎呀 我跟我的丈夫 我跟我的妻子 真的过不下去了 真的不想再和他生活一天呀 那这种的处境 这样的痛苦中 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了我们 告诉我们是能得救的 是能改善的 是能得到医治的 想法得到医治 心灵得到医治 这一切不好的情绪都没了 都是好的 是感恩感谢的 我从小看我的父母 哎呀 我可不想像我父母这样 而只有信了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的保险 使我们脱离祖上 给我们流传的不好的忘形啊 遗传因素 在这世上是没有办法改正 而全能者 是以肉身来到了这世上 正是为了我们的罪孽 今天来为我们 要背起这十字架呀 是我的罪恶杀害了耶稣基督 而我却需要耶稣基督的保险 我们今天领会主耶稣基督的爱 在这时间我们求饶恕吧 一整天做悔改祷告 一整天做悔改祷告 无论看见谁 无论看到谁 我都要祷告 我要认罪悔改 而且为身边的灵魂祷告 我们大声地呼求救主的名 祷告吧 得到饶恕吧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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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饶恕我们的罪恶 主啊 我说爱了上帝 我嘴上说爱了 而我却没有爱人如己 这根本就是没有爱上帝呀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恶 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主啊 正是因为我的罪恶杀害了耶稣基督 是因为我的罪恶 耶稣钉死在了十字架上啊 这都是我的错 是我的罪恶呀 而我却一丝感觉都没有 我却一丝都没有领会主的爱呀 主啊 我父上帝 是我错了 主啊 是我错了 全是我错了 是我的罪恶呀 是我太傲慢 是我太骄傲 我真的是太不知羞耻了 这问题都是我造成的 而我却抱怨别人 我经常抱怨他人 抱怨身边的人 指责身边的人 这就是我的罪恶 是我的错 主啊 求主怜悯我 主啊 求主怜悯我 饶恕我的罪恶 主啊 我的家人 我们的国家 甚至整个社会 整个世界 现在面临什么样的灾难和咒诅了吗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醒悟过来 我们藐视主的话语 当我们藐视 侵蚀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就会有传染病啊 主啊 面对现在的环境 我们醒悟了吗 藐视主的话语 侵蚀主的话语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啊 民书记十四章十一到十二节 传染病得不到医治 甚至能丧掉生命啊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警醒 求主的话语 使我们警醒 使我们醒察啊 主啊 是我一直恨恶光 使我一直恨恶光 使我一直恨恶主的话语 不肯听从主的话语 这都是我的罪恶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